教練轉換來關心商業週刊報導 國內乳品含有禁藥 食藥署要求商業週刊要叫出檢驗報告 而上週刊負責研究的教授陳良宇 下午也共同把檢驗方法 還有判讀的數據交給了食藥署 陳良宇同時也發出聲明 他強調自己是根據結果來說話 對報告完全負責 食藥署長葉明公則說 在一週內會組成委員會 來討論雙方的檢驗結果 為什麼會如此不同 在立委陪同下 事發後攝影好幾天的問題 請牛奶研究教授陳良宇和商業週刊 副總編趕在食藥署下午4點的 最後通牒期限前 終於現身交出報告 我對我的報告負責 基本上殘留藥物 應該用代謝物來檢驗 會比你用原型藥還要來的重要 檢驗代謝物才是殘留藥物的好方法 強調自己是根據研究結果 看到什麼說什麼 而對前兩天農委會聲稱檢驗都合格 上週副總編也說 他無法接受 現在的重點並不是媒體 並不是商周 而是牛奶啊 現在我們做的是80分 就是用80分 甚至80分以上 這樣子的一個國際規格 一個國際比較先進的趨勢在做 可是現在我們的政府 剩60分的標準在做 副總編質疑包括抗生素 雌激素抗優於藥物 那種會通通沒公布檢測結果 只公布塑化劑和止痛劑 恆無標準 但是按照規定 塑化劑在牛奶裡就是不得檢出 而那種會拿普拿藤的止痛劑主成分 來驗和他們驗的根本完全不相關 並不是石藥署講了就算 也不是某位教授講了就算 那但是他是可以接受公平 石藥署長葉明公親自接下 上週的檢驗報告強調一週內會集合各界專家 和陳良宇共同組成委員會 討論雙方的檢驗結果一定會給外界一個答覆 U10TV 林化吳登麗 台北報導